你敢想象这竟是一台时空传送门的终端设备 正是因为此设备 才会使爱因斯坦罗森桥处于稳定状态 它可以为穿越过来的人提供时间定位坐标 没有这台设备穿越时空的人就会陷入危险 有人掉进了千米高的瀑布中 甚至有人直接沦为了恐龙的美食 传送门的另一端被称为希望广场 22世纪工业污染严重 导致不适合人类继续生存 好在科学家发现了一道单向通行的时空裂缝 于是建立了希望广场 人们开始分批次前往8500万年前的白恶纪开辟新的家园 经过了七年的精心经营之后 新纪元也已经出具规模 人们在这里也过上了幸福安宁的日子 而过几天正是第11批移民穿越过来的时间 村长泰勒却异常担忧 因为他儿子卢卡斯并没有把这里当成新家园 而是将这里当成了一个巨大的采矿场 并且和一股庞大的势力联手 妄想将这里所有资源带回22世纪换取财富 作为天台物理学家的他 已经掌握了时空双向通行的方法 若他的计划成功就会将新纪元彻底毁灭 泰勒猜想卢卡斯会回22世纪找帮手 只要他想回去就得依靠传送门 泰勒为了阻止他的计划安排人手24小时坚守传送门 然而基地的内鬼也在蠢蠢欲动 斯凯偷偷将基地的最新情报交给卢卡斯 因为多年前他母亲换上了新式流感 他目前只能不断提供情报换取药物来维持母亲的生命 卢卡斯让他完成一项任务 如果不照做就立刻停止对他母亲的治疗 说完便将一个存储卡交给他 声称自己的实验即将完成 但方程还需要分解重组 庞大的计算量用手算可能需要花数月的时间 如果有村里的历史之眼帮助只需要短短10分钟 历史之眼是一台超级计算机 并且他存储着未来世纪的所有数据 为了母亲的病情他别无选择 他偷偷溜进历史之眼的机房 只见他将储存卡插入设备之中 全息图瞬间呈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计算公式 完全看不懂的他并不在意 他目前只想尽快完成任务为母亲治疗 卢卡斯立即对他带回来的数据进行了最终验算 并告诉他传送门即将实现双向通行 他的父亲泰勒也会得到英勇的下场 斯凯不知道他为何会对自己的父亲恨之入 卢卡斯对此并没有解释太多 只告诉他去问泰勒2138年8月份发生的事情 另一边 吉姆调查内鬼仪式终于有了突破 他们在监控中发现斯凯鬼鬼祟祟跑出了基地 泰勒感到十分震惊 他一直把斯凯当成亲生女儿太太 没想到如今却背叛了他 泰勒想将计就计对敌人实施一次反包围 首先他故意在斯凯面前暴露今天的行动 他决定一小时后亲自给前哨战护送一批武器装备 果不其然 得到情报的斯凯立马离开了基地 泰勒按照计划驾驶装甲车前往目的地 吉姆则是在沿途设下埋伏等待敌人跳入包围圈 就在这时吉姆身后传来嘻嘻嘻嘻的响声 所有人将枪口对准树林中严阵以待 泰勒收到信号立即停止了前行 精心的布置却并没有等到敌人的到来 泰勒认为是敌人发现了埋伏才没有贸然行动 然而吉姆却有不同的看法 基地武器库的位置一直没有暴露过 而且重要物资的运送也没有遇到过伏击 斯凯好像是有意在回避重要情报 也就是说做间谍并非他的本意 很可能是遭到了要挟 此时斯凯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暴露 他又来找卢卡斯拿治疗母亲的药物 卢卡斯兴奋地告诉他自己的实验终于成功 他现在要回到22世纪完成下一步计划 并劝斯凯不要回村里 因为下次传送过来的将不是移民 而是全副武装的士兵和坦克 他们新的家园很快就会被依为平地 泰勒也会因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斯凯被卢卡斯一番话吓坏了 他来到母亲面前不停地哭诉 母亲得知真相之后并没有怪他 而是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 他让女儿不要再顾及自己 如今最重要的是赶快去通知泰勒阻止这一切 在母亲的苦苦劝说下 他决定将卢卡斯的阴谋告诉泰勒 没想到迎接他的却是冰冷的枪口 他慌忙中道出了一切真相 对于斯凯的话泰勒已经不敢再信 斯凯竭尽全力地证明自己 直到他提到2138年8月 泰勒的眼神才出现了变化 因为这个日子只有他和卢卡斯知道 2138年8月到底发生了什么 泰勒和吉姆迅速朝传送门赶去 与此同时 传送门突然发出一阵强烈的蓝光 像是要被开启的迹象 职守的士兵想要汇报情况 但信号却受到干扰无法联系 突然卢卡斯缓缓朝着传送门走来 只见他用手指在黑盒上轻轻一挖 紧接着一股强烈的电磁脉冲从传送门涌出 赶到了传送门 时隔多年父子俩再次相见 卢卡斯劝两人不要轻举妄动 因为卖冲枪会把整个装置炸成碎片 这样他们就永远也无法和未来进行联系 泰勒尝试劝他不要伤害无辜的阴影 但卢卡斯根本不在乎这些 他的目的就是要将泰勒拉下王座 将他多年的心血移为平地 然后再将这里的资源洗劫一空 两人眼睁睁看着他消失在传送门却无能为力 他实现了霍金的预言 却给星纪元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与此同时 斯凯为自己的行为感到万分傲 同时也在担心母亲的安危 好在有吉姆的儿子乔西在身旁不断安慰他 就在这时 通讯员让他立即前往医务室 当他赶到时发现母亲竟然躺在病床上 看到母亲安然无恙他瞬间喜从天降 而医生也找到了治疗他母亲的方法 原来泰勒并没有因此责怪他 还派人将他的母亲救了回来 但泰勒面对斯凯依然无话可说 如果说背叛需要莫大的勇气 那么接受背叛则需要的更多 目前时间十分紧迫 第二天泰勒召集全体移民 并发出了战前动员令 星纪元即将迎接一次生死考验 他关系到这里的每一个人的希望 甚至决定了人类未来的生死存亡 他们能否阻止卢卡斯的进化 卢卡斯背后的势力又到底是谁